快马在江湖里思想 不非是一个礼放不下 她是看了很多照片以后 慢慢做出来 做模子 做了以后再修再改 眼睛 她的眼神很难做 当然其他的动作 还不是像能做的 邓小姐那样子 因为她是从无到有 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 坐在观众席 远远看着自己的妹妹 穿着衣袭和声的旗袍 洁净纯白 展露出曼妙的身段 就像是过往无数次的 灯台表演 三哥的愿望真的成真 尤其东方的女孩子不好做 她的头发 发湿 这个土的冰角 这个眼睛 睫毛 通通要有 再来一个就是嘴型 因为你唱歌总要嘴型 那嘴型呢 在三年前 在两年前的时候 结论那个三分三十秒 我们对嘴型 对了一个月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承诺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 天涯之外 你是否还在 情深刻来 深思难猜 用余生 去等待 邓丽君左手轻轻一画 指尖洒出了梦幻的精粉 还微笑着双眸 再看一眼 想念她的歌迷朋友 当音乐渐退 邓丽君就像是一阵云烟 消失在舞台上 当人们发现 科技竟然拥有复活的魔法 那种渴望重聚的念头 更加的猛烈 促使着虚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不断地拉近 不但可以远远看着 邓丽君先生的演唱会 也能够真实地走进 熟悉的摄影棚 邓丽君突然浮现在舞台 可能摄影师也太激动了 在镜头运动时 忍不住地站等 也因此看出了 浮动投影的痕迹 但现场的人 根本不在乎这是真是假 能够亲眼看到 偶像出现在眼前 已经太感动了 日本人实在是太爱邓丽君了 不管过了多少年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日本电视台都不会忘了 制作邓丽君的特别爆料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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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投影的技术 已经进步到了 肉眼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破阵 邓丽君他穿着1985年 在NHK大会堂穿的那套红色礼服 自己走上的舞台 拿着复古的有线麦克风 和歌手试穿游记奶 合唱这一首 筷子人口的偿还 可惜可以带给人们的感动 永远超越想象 接下来这一幕 又让现场的来宾观众 激动不已 看到了邓丽君曼妙的身段 重现在眼前 你还能够再要求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